什麼 你說拿我照片網列那個對象 對方說要跟我領鎮 不是你說你家老爺子夫妻回國聯姻 你要趕緊找個男人結婚嗎 那你不能 對方長得帥 人品好 最主要的是你喜好的類型 你確定當然確定 哎我不說了他來了 嗯 哎我先唱啊 你還沒說他叫什麼 齊溫妍還叫齊溫妍 這麼帥果然是我喜歡的類型 將你總算靠譜了一回 沈清理終於等到你了 中國人 你怎麼樣了 我現在正在將 你怎麼會在那邊 你怎麼樣 對方都好 你怎麼不在那邊 就跟我老公 請問我老公 請問我老公 請問你給我老公 請問你這件事 請問我指教 這個是我手機號 我還有一室我先走了 電話給你 表哥 我可是都愛你說的做了 我可是都愛你說的做了 要是清禮知道你就是他的聯姻對象 那我可就慘了 你確定我現在的樣子是他喜歡的 哥你相信我 清禮呢 最喜歡你這種成熟偉重又居家的老男 成熟男人了你可強別露下了 我知道了 清禮站住 總封瑞聯姻的事講好了吧 我不嫁 要叫你自己嫁 你這氣死我呀你 老沈別生氣 清禮你也太不懂事了 還不趕緊給你父親道歉 原來阿姨這麼多年 我沒有把我當妻生女兒 如果是沈嬌嬌的話 您一定不捨得讓她聯姻 清禮呀 你誤會阿姨了 人家這麼好的事都看不上 也好 這樣很容易 既然清禮不願意 不如讓嬌嬌去吧 怎麼說 嬌嬌也是我們沈家的女兒不是 對呀爸 姐姐不願意去就讓我去嘛 我是很願意為爸爸分憂的 妹妹乖巧董事 一定是原因的最佳對象 胡鬧 這是想換就能換的嗎 人家旗下指定的結婚對象 是你沈清禮是沈清禮 不是我不願意嫁 而是我已經結婚了 什麼 什麼 我結婚了 姐姐你不是嚇唬我們了吧 你剛回過我跟誰結婚呀 我給我老公打電話 喂老公 老婆 我們家人都不相信我結婚了 快證明一下 我怎麼證明啊 嗯快親我一下 現在對呀 嗯 哎呀老公聽不見 嗯 我聽不見 繼續開會 現在行了吧 清理啊 既然你都結婚了 那這聯姻的事也只能就此作罷了 不過這件事怎麼說也是我們家呢 哎呀 我們家跟豐瑞合作的項目 恐怕是要黃了 齊家這麼小肚駕場啊 清理 要不你親自去一趟豐瑞 見見齊家那小子把事情給他說清楚 順便給他當面道個歉 沒準這事還能大事化小 行 我現在要去 女兒啊女兒 拿張假疾觀症就小偏 今天我就讓他知道 什麼叫做姜 這是老的辣 我就不信齊家那小子的長相和氣質 他看著就不動心 你好 我找你們總裁 不好意思小姐 沒有預約是見不到總裁的 總裁 總裁 秦文言 你怎麼待著 我是因為 你們 啊我知道了 你是總裁助理對不對 對我是總裁助理 你在這做什麼 我來找人 你就是 峰瑞總裁 是 是我你好 你怎麼可受啊 沒事我為了有書 你不去那休息 嗯 你找峰瑞總裁有事 我找他退 不行 不能被他知道我是來退婚了 我老聽別人說 峰瑞總裁年紀輕輕一表人才的 我就好奇過來看看 你喜歡 峰瑞總裁 怎麼可能 我最討厭的就是這種目中無人 小肚雞腸的萬四不假 尤其是峰瑞總裁 尤其是峰瑞總裁 絕不能讓他知道 我就是峰瑞的總裁 那你 喜歡什麼樣的男人 喜歡 成熟穩重 溫柔體貼 和做大男人 看來表妹說的沒錯 他果然喜歡我現在的樣子 那你平常都做什麼 我啊 我喜歡 拳擊機車 潛水喝酒 這就是你所謂 讓伊萍的老公 背後這部學 有什麼樣子下寶寶的 喜歡 看看書 坦坦琴 下下棋 你呢 琴棋書畫都有 人設不要太鮮活了一題 喜歡打遊戲 拳擊 要我 做飯 泡茶 看展下棋 那看來 我們還挺相似的 是 我去給你倒杯熱水 不用不用 我這有 我去給你倒杯 怎麼樣啊 我感覺還行 你如果有事忙的話 你先去吧 那我先走了 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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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小姐這是 他不知道我的身份 對了 明天給我找個維琪老師 維 維琪 你 啊 去啊 什麼 你說你剛才去過 楓瑞了 那你見到楓瑞的總裁了 見到了 可是齊哥爺也在 他跟你這樣做 不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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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幸好啊 對了 對了 我幫我找個維琪老師 圍琪 我跟青年說 我情急實話 見到了 哦 合著你倆真是在 互相圍著呢 你們小倆口 還真有情緒 我還真有情緒 啊 對了 這是夜色明天活動的邀請函 明天所有雲城的二代都會來 我已經訂好包廂了 你要記得來 那幾個說 他會走帶回來 啊 那我就有機會跟他說 說什麼事了 老天朋友 這兩個股東可千萬別碰他 來了 七個 你怎麼換這麼小的房子 住著溫馨嗎 那一座邀請函我 我那 我和你放抽屜 過來嘗嘗 這是人能吃的東西 這是什麼來 許總 少爺 我求求你 你放過這些食材嗎 我怎麼 你好端端端這麼一個大王人 怎麼現在轉職做家庭主婦呢 九月園 你在家嗎 九月園在家嗎 九月園在家嗎 上等一下 我去問你手吧 蓋手說出廚房出現乾燥 好 你我 哎 快了啊 在家 怎麼那麼熟啊 外面呢 先進來說吧 身體怎麼樣吧 連包冒 莉莉好冷啊 是不是专门太久动了 我不冷了 你手怎么了 哎没事 不要想干嘛帮你处理一下 呃在那边 什么声音啊 撞到膝盖了 这么不小心 你放在哪啊 哎糟了 标起寒不能让他看见 你放在哪啊 我自己吧 看看 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你疼不疼啊不疼 旋无爹 哈 我正真 полов 我不会 廷门 你看 你怎么 啊不好了 嗯嗯 哎哎好吧 啊没事 我们既然结婚了 要把你搬过来住 住在一起 这不太好吧 你搬过来住 我才能更好地照顾 照顾我 田姨老公身体这么弱 还容易受伤 算了 还是我搬过来照顾他好了 行 那我搬过来 放心 我肯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我来尝尝 哎呀真是没想到 我们堂堂的沈大小姐 竟然赏婚 是力图的晋升为人气啦 那你不得好好谢谢我 是 必须得感谢我们江大小姐 给我介绍了个网恋这下 对呀对呀 来来来 对了 快跟你们说说 老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真没想到啊 我们清心寡愈的齐哥 竟然闪婚了 不是说 齐哥心里一直有白月光吗 你们懂什么呀 嫂子就是齐哥 三年前在国外遇到的 那个白月光 竟然 这么有缘啊齐哥 什么缘分 那是齐哥精心策划 蓄谋已久 好不容易才找到 接近嫂子的机会 哦 哦对了 他还不知道我是凤人的总裁 你注意点 别露线了 那我就更好奇了 嫂子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竟然能拿下我们齐哥 他呀 阳光乖巧柔弱 善良最后还有一位 我老公成熟稳重 温柔帅气 不炒烟不喝酒 会做饭的解释好男人 像酒吧这种场所 他才不会去呢 哦 哦 对了 经理 你不是最近在找 各位的嘴团吗 我打听到了 今天特别巧 他就在我们隔壁的包厢 真的啊 嗯 哎呀 经理 咱们今天过来 是给你庆祝来的 你去找他聊退婚的事 不好吧 那万一 起问你 对哦 经理说的对 那我给 齐温言打电话 看他在哪 嗯 喂 哎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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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你在干嘛 我 我在和朋友一起喝茶 你呢 啊我啊 我在 图书馆看书呢 啊 那你好好看书吧 好拜拜 走 老天保佑 老天保佑 小号标客人在 嗯 真不错 那你 去哪去啊 去个玩玩 让开 哎 别着急走 什么货色 你哪拦着我 折碎我 我让你在银城中下去 信不信 我害怕呀 害怕就对了 走 去那条街 这会 好啊 嗯 嗯 哎 啊 我 来来来来 我一下 啊 啊 啊 清理 啊 啊 清理 你怎么在这啊 嗯 这个醉害客多了 啊不小心摔倒了 我给他摔起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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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у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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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七哥 這位就是您說的如若乖巧善良 且有耐心的妻子啊 清理沒事吧啊沒事 清理 這就是你說的那個成熟穩重 從不去酒吧的老公 這下完了又露笑了 你不是說你在跟朋友喝茶嗎 啊我我怎麼 呃呃 嫂子圖怪風針集團總裁他不當人 下班呢還使發我七哥過來送文件 簡直就是個粥霸品 對對對就是他蔡博粉他人呢 呃他走了嫂子 你剛剛進來的時候他剛走 是不是啊七哥啊是他剛走 怎麼了 看來今天又白騰騰 你不是在圖書館 啊對我不是在圖書館嗎 我怎麼我我頭好暈啊 我好像喝多了 對對對我們是來接郊雲的啊 怎麼了啊 嫂子來都來了不如坐下來 咱們一顆喝點來來來好 我我我不會喝酒 呃既然東西都送到了 我就先走了 呃好嘞好 呃好嘞我們回家吧 啊好 啊啊啊好好照顧他啊好的 快吃飯了 幸好我反應他這個家沒我吃早點菜 啊來喝酒喝酒 不對勁不對勁 我哪個總裁上密書大半夜了去會所送一件 這肯定沒問題 不行 不tarm 你面穿我 好 我我隔着衣服什么都没味道 我脱了给你 真的嗯 当然不行 小气 我来是问你 去夜森这天真的是 嗯 秦远你吗 我们是夫妻 什么为什么 我们还不太熟 是 太快了吧 所以咱们才熟悉一下 我突然想想 哦我还有事情 改日再说改日再说 美色误人啊 幸好他没继续问下去 美男嘉宾挺好用 我找你们总裁 不好意思珍瑞小姐 我们准备现在不在公司 我在 不过是知道 我要来退婚会躲我吧 不过是 总裁 总裁您放心吧 我已经跟前台交代过了 只要沈小姐来找您 就说您不在公司 好好好 姐姐 沈江江 你怎么在这儿 我现在呢 是丰瑞的设计师助理了 怎么 我们沈家破产了 我呢 不久之后就会成为丰瑞的 我的夫人 就他 总裁夫人 醒醒吧你 沈经理 你是不是后悔了 我可告诉你 后悔也没有用 你结婚了 就算我结婚了 江州这么多名媛 也轮了到你一个 小三的女儿 耶 反正呢 你就等着瞧吧 文社多事件重大补复 水清理 看你们得意到几十 不会一样 想夺我 分位做残 你不信敢告我 以后18到20层的厕所和走廊卫生 都有你负责 21层是总裁办公室 除了秘书处的人 其他人都不能上去 知道了江部官 我肯定不会上去的 我听说总裁最新都不下公职啊 不可能 我刚刚还看见总裁了 你问这个做什么 我 我就随便饿了 随便饿了 好好干 找到了 站住 你是什么人 你哪里都有他 不管了先跑再说 你去查一下这个新节目 我看他的背影总有点眼熟 哎 我对我自己的 我 我在家 你怎么没有做过 早上 你便饿了 我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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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清理你觉得你好好待着吗 你刚说的清洁工是谁啊 是沈小姐啊 沈小姐在今天上午应聘的清洁工艺势 那现在人在哪 这位官的四伙 你不早说 他没有人吗 他没有人 这要是什么 哎呀你别着急 您现在进去的叫做英雄救美 而沈小姐一定会拜託在您的基督部里 就这还想男人工咸在我 沈江江 果然是你干 你说 英生救美 老公 我肯定是出現外界 我腿好疼啊 老公老公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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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吧 公律總裁又是你 每次見到你都沒好事 今天讓我當美 在這裏過嗎 老公就這裏疼 會不會症到過度了 我帶你去醫院 其實也沒有那麼疼 過一會兒收聽就好了 你這個人是腦子有問題呢 還是眼睛有問題呢 他都能揣開門 他怎麼可能會受傷啊 這裡沒你的事 幹活去 你老公 就是他報告你那身間的 你被開除了 開除我 那你算個什麼東西啊 你一個連戒指都不捨得 給沈經理買的窮鬼 開除我可真是個笑話 你知不知道我是誰 我是你們未來的總裁夫人 總裁夫人好威風啊 現在怕了吧 她不趕緊道歉 你這麼冒充總裁夫人 總裁知道嗎 她是你們豐瑞的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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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何指教 總裁你好 我是沈嬌嬌 哦 沈小姐你好 你已經被開除了 回家睡覺了 是你經理 我不會放過你的 趕緊走啊 還好沒上到谷 這好像是總裁辦公室吧 這一層只有這一個辦公室 我想總裁應該不會介意吧 不介意不介意 這位小姐怎麼說 也是我們的員工家屬 既然在公司受了傷 那就好好在這休息一下 齊齊大助 好好照顧這位小姐 我還有文件要看 你們繼續 啊不是 你們隨意啊 還疼嗎 我感覺已經好多了 沒想到齊總居然有 讓人圍觀他談戀愛的比喉 你為什麼來應聘清潔工啊 我想領你敬一點嘛 而且我剛大學畢業 沒有什麼工作經驗 就只能應聘清潔工啊 工奶奶中大研究生畢業 要不是為了找風味等才退婚 能過來受這個苦 可是清潔工太辛苦了 啊不辛苦啊 每天都和你一起上家班 感覺很幸福 當真這麼喜歡我 當然了 我老公這麼優秀 我當然喜歡了 可是我們結婚到現在 出了一張結婚證 什麼都沒有 你會委屈嗎 不委屈 不開心還不及呢 我怎麼可能會委屈啊 不用怨音 當然開心了 我老婆真好 這麼好騙 幸虧是被我騙到手了 如果你發現我瞞了你一些事情 你會不會生氣 會不會永遠都不理我 就你 心思這麼簡單 我騙你還差不多 算了 管管他吧 老公 我相信你如果有事情難以我的話 肯定是為了我好 那 如果我有事情難以你的話呢 你這麼單純 心思都寫在臉上 能瞞我什麼 我相信 你不告訴我 一定有你自己的道理 你不告訴我 你先是嗎 你就你講 你先回憲 好啊 我覺得你能幫你 我只是想把你走 你不在那沈小姐應聘清潔工藝士 清潔工太辛苦 我記得他在國外學的是設計專業 把他調到設計部 那您就不怕身份報了 不是他說想離我近 你說什麼 我說戀愛腦是男人最好的家裝 哈哈哈 都關沈經理那個賤人 那我哭你就知道哭 我失了你這種蠢東西 上班第一天都被人家給辞退 這我要是豐瑞的總裁 我也看不上 你到底是不是我近嗎 好了好了別哭了 這事交給我辦 過幾天啊就是祈福人的生日夜 到時候啊你就 呦 呦 包帳呢 看來我來得不巧啊 清理回來了呀 怎麼 我回自己家 他提供通知 沈經理你 我媽好歹是你的長輩 你怎麼跟他說話呢 趕緊跟他道歉 你妹妹不是故意的 他就是心直口快 你可千萬別怪他啊 我不怪他 怪你啊 阿姨整天無所事事 不如好好教教他 尊重一下我這個姐姐 清理回來了 爸 小溪見到了嗎 爸 見識見到了 只是 只是什麼 我好不容易見到了豐瑞總裁 大家想跟他聊一聊退婚的事情 沒想到 妹妹 竟然抱負他衛生經理 瞧瞧 是你做的嗎 我 我又不是豐瑞總裁 當場就把妹妹辞退了 我又不是豐瑞 妹妹你不會怪我爸 我也沒想到 妹妹會做出這麼一滴滴的事情 這要是傳出去了 太丟人了 沈嬌嬌 我拼他就是這麼將激的嗎啊 哎呀老闆 這 這肯定是有什麼誤會 小嬌這孩子心裡最是善良了 他是絕對幹不出這種事的 我就佩服阿姨這種真眼說 嚇我老本事 我老闆 我老闆 你過來我保證不打死你 我老闆 這事是嬌嬌不對 過兩天就是齊夫人的生日宴 抱歉這事 我們當面去 你決定他 無事先殷勤 也罷了 退婚一時不能再拖 我聽爸爸的 我聽爸爸的 那既然這樣那就 爸 這個事可不能就這麼算了 妹妹敢把我關在衛生巾裡 說不定那天 就敢把你盯在棺材板裡啊吧 你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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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來的路上 親家 還有什麼要求 請關系 這到底是需要見過兩個孩子的同意 不如等他們到了再說 親家 我們對小婶啊那是一萬個滿意 只要她嫁過來 我保證對她像親生女兒一樣 為表誠意 彩禮 彩禮 我在家 一個億 彩禮在追加 一個億 就怕兩個孩子見面了 互相不喜歡的 這不可能 我兒子我瞭解 婚事是他主動提出的 他一定非常喜歡小婶 是啊是啊 親家 彩禮這一塊 我準備再追加豐富百分之十的股份 女兒啊 別怪我 是他們給的太多 親家 我的女兒就交給你們了啊 來 好 讓他啊 哈哈哈哈 你怕 這怎麼還沒到 親家 我再去打個電話 催一催啊 你們先喝著啊 爸 到底什麼事還非得來酒店說呀 又好不好想 行我知道了 老公 清雲 你怎麼在這 我 我替總裁見個客戶 周末還讓你下班 你看這是個周八批 總裁他 人挺好的 都讓你996 你還提上說飯 你怎麼在這 我朋友找我有事 我現在去找他 行晚上回家吃飯我在家等你 嗯去吧 爸媽 哎呀你終於來了 媽這麼急速都喊我過來什麼事 當然是我們雙方坐下來好好談談你 訂婚的事啊 訂婚 雙方 那沈 小沈啊 他馬上就到 你時間到了 現在還不能幫我 我想 先撤 啊 我公司有點事 我先走了 兒子哎你都別走啊 你們你們先吃 這個孩子怎麼這麼快就走了 哎可能是要跟他商量 也沒啥 在一過生日宴的時候 他們就自然知道 喂爸 不聽到了怎麼讓我看著你啊 不太我說我先走了 重點是 那你看著飯吧 有什麼事情你們得跟老公吃飯很重要 算了不管了 工程部工程部 九號公廈的門牌又掉下來了 趕緊換一下 那個親家真不好意思 我兒子本來已經來了 但是他公司有急事 他又走了 你多擔待啊 這麼巧啊 剛才我女兒打電話也說有事耽誤了 這婚婚的事啊 咱們決定 好好好 那我們來商量一下婚婚事啊 知道你要在嫂子面前一句家好男人的人設 我特意訂了最像樓的招牌菜 算算時間 應該快到了 我讓他們放在樓梯間 你自己悄悄去拿 好兄弟 這不會被發現吧 放心吧 嫂子剛回國 不可能吃過最像樓的飯菜 什麼飯菜啊 我說剛做了菜等你回來吃飯呢 辛苦啊那我去搬 哎不用 以前回房間換衣服我來搬就好 啊 沙沙有沒有 好多香 嗯好吃 來喝茶 謝謝 謝謝 我沒想到做飯比打架還難 一個碗都沒洗過的人 你跟其文言說你會做飯 那我不是想給他留個好印象嗎 沒想到做飯竟然這麼難 現在學也來不及了 這樣我從最香樓定一桌招牌菜給你 你先互鬧著 這不是騙人嗎 怎麼你騙他的還少啊 一模一樣 這菜是 我做的 怎麼樣 快快快嚐嚐 這味道怎麼這麼熟 跟昨天一模一樣 我就是看你昨天吃的挺開心的 我就照著隨便坐坐 好吃嗎 好吃 我老婆聽得這麼好 隨隨便便做都能跟對象樓大廚 像皮靈 還好沒法吃 沒想到我老公廚藝 竟然跟最香樓的大廚不相上下 看來下次得換一家店 哎呀吃飽了 我們來下盆棋吧 好啊 爸忘記把氣盆收起來 糟糕 忘記自己根本不會下棋了 你先 我先 不管了隨便下吧 我記得還沒來得及上 不管 隨便下 可惡 又當我了 這怎麼 好像是無字棋 等等 這好像是無字棋 糟糕 我會被發現了 不能再想 你找個理由 我突然 你先說 我突然有個重要的電話沒有打 改正在下 好 姓姨 對不起 把你收回去了 我們結婚太倉促了 除了一張結婚者什麼都沒有 暫戒 婚 婚紗 別放心 我都會不 這男人也太讓人心動了吧 看什麼呆 明天帶你去買三件 啊 好 齊哥 這這真不錯 再見我看兩天吧 要是拿了 好吧 衣服呆了嗎 齊哥我跟你說 這件衣服非常符合你的氣場 你看看 我來了 我來了 嫂子 好久不見 我們上次在酒吧見過 好久不見 這車是 你喜歡 當然喜歡 我不喜歡 他的 啊 對我的嫂子 和你挺配 那我們出發 啊你先上車 我跟他還有公司試試 好 那你們先來 去吧 早晚走啊 做你的衣服 我就說 啊 你剛才握了你嫂子的手 我再也不敢 你這心眼太小了 車送你了 走吧 齊哥大氣齊哥 喜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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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太開心了 忘記我老公只是個普通的打工人 我老公只是個普通的打工人 我老公只是個普通的打工人 不喜歡這些都太浮誇了 一個都不喜歡 喜歡當然喜歡了 高達七位數的價格我也很喜歡了 我喜歡 一定要一個 那我們再看看 說的這麼好聽 還不是買不起 妹妹真是記吃不記打呀 姐姐好歹是堂堂沈家大小姐 卻自甘墮落嫁給一個普通人 一個連戒指都買不起的窮鬼 關你什麼事啊 你再說話 小小妹嘴子 姐姐 我也是為了你好 畢竟這裡的東西可不是所有人都能買得起的喲 這點小錢 不像某些人啊 每個月只有幾萬塊錢的人花錢 應該包了嗎 審親給你 好吧 果然是窮鬼 連買戒指都需要女人付錢 誰說我買不起 沙卡 老公 買得起 這個戒指可要八百萬 你真的以為隨便拿張卡就能刷得出來啊 要不我殺我 先生現在給我打包嗎 怎麼帶著 沈經理這怎麼回事啊 哎呀 我老公就是這麼優秀 也不知道買不起的窮鬼到底是什麼 是 你才不稀罕呢 哎 老公還是把自己退了吧 你不喜歡 不是 這太貴了 沒有必要為了面子就 我前天做過一些鬍子 有些自製買得起 嗯 真的嗎 我沒你想的那麼窮 老公真好 歡迎大家 來參加今天的宴會 好 哈哈 你確定你非要穿成這樣 我是來穿風的 不得穿這條件 最主要是 萬一可能我老公怎麼拍 啊 您這是 今天選擇明賽 您好好贏 不要出場 今天在場有這麼多人都認識您 肯定瞞不住 要不您直接去跟沈樓的坦白 現在不是誰啊 不是總裁您現在有 你堅基行事 別說岔子啊 不是我看完了 總裁該不會不知道自己今天要訂婚了 歡迎大家 百毛之中 來參加今天的宴會 那今天的宴會啊 不僅僅是我夫人的生日宴 這也是我兒子 和沈大小姐的定婚宴呢 好 哈哈 哎 你然而呢 這定婚宴已經開始了 他人呢 我已經讓您去找他了 這裡人呢 從剛才好咱都沒有看到 不鬧趕緊找去啊 他說誰和誰訂婚 封屋的總裁 沈大小姐 你也沈青梨 我和誰 封屋的總裁啊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 你幹什麼 你忘了你老公還在這呢 他怎麼成為服員的一方 或許 你 是跟你啊 不可能 肯定是這個戒指 化妨她所有技術 所以 她才出來任天打架 你倆可真是臥龍送水 天生以責 嘘 沒說話 看起來 是有人替你站出來了 沈三嬌怎麼站出來 看起來 是要揭穿你結婚的事情 我就知道這位母女不暗好心 原來在這聽著我 安住了 別讓她說不該說了 人家上 你幹什麼 姐姐跟齊總不能結婚 因為我覺得她根本就配不上齊總 閉嘴 可是你沒你說話的笨 親家 這到底怎麼回事啊 親家誤會都是誤會 你敢破壞定婚宴 小心我收拾你 爸 我這也是為了你好 齊董事長夫人 我姐姐她真的不能定婚 因為她已經結婚了 什麼 沈總 這到底怎麼回事啊 親家真的是誤會啊 哪有什麼結婚的事啊 小女子胡說八道的啊 她搞了一張假結婚證 那騙我的都是假的 是真的 我都親眼見過姐姐的老公 閉嘴 我滾出去 帶人出去 我認識她 親家 小琪可是我唯一認定的女婿啊 小琪可是我唯一認定的女婿啊 秦總 你前面就吵著 要不您自己親自去解釋一下 行 我去換個女兒 不管是真是假 今天這事啊都不能鬧大 莫輝啊 親家 今天這事你必須給我們一個交代 爸媽 這事我會解釋清楚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我们说一说 我走吧 现在怎么办 我出去和他们解释清楚 我出去和他们解释清楚 人呢 先别管他们了 我刚刚看到你那个好后妈 把沈娇娇拉到一边 好像在密谋什么 过去看 沈亲里真的结婚了 妈 你怎么连自己的女儿都不信 我是亲眼看到的 沈亲里的老公还给他买了钻戒呢 他老公是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 反正是个穷鬼 妈 你可是说过会让我嫁给齐总的 行了 齐家人不经常无面 这次生意见可是你唯一的机会 把这个一会吓到酒杯 让齐总喝下去 妈 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爸爸那边 你放心好了 你爸呀 现在过不上去 清理 你听到他们说的话了没 人呢 清理 你到底有没有听到他们俩说的话 我听到 那你还这么淡定 沈娇都要给齐总下药 下药啊 我知道 他有什么关系 齐总是你的 他是给齐总下药 又不是给我老公 我知道什么事 你刚才说老公 忘记了你还不知道他的生日吗 什么什么 可是齐总 他再怎么说是你的病婚对象 总不能眼睁睁睁看着沈娇娇得手吧 万一齐总追丢下来了 你们沈娇也不好交代啊 你说的有道理 不过你放心 你沈娇娇这种网子 还成不了大树 你看 太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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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because 我们就在这看好戏吧 好 这个事情就是这样 你说你就是清理的结婚对象 是的 伯伯 傻儿子还叫什么伯伯啊叫爸 儿子你这速度可以呀 哈哈这不愧是我的儿子呀 据说咱俩多少年 亲家厉害呀 哈哈哈哈 啊 好女婿呀快开起 那我是不是可以去见见我的儿媳妇啊 啊 秦妮知道你的身份了 爸 秦妮他不知道我的身份 我会和他说清楚 秦妮这丫头性格倔强 你说你这样骗他 恐怕他很难原谅你啊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我都要取得他的原谅 夫妻之间哪有什么隔夜愁啊 说开了就好 对对对对对 儿子妈是不是现在可以准备你们的婚礼了 妈 婚礼我想亲自准备 还是我儿子有主见了 爸妈会全力支持你了 儿子 需要多少 直接给财务说 谢谢爸妈 对了 这件事 请你们帮我暂时保证你 知道了 懂了 你赶快去找我的儿媳妇培养感情吧 亲家我们坐下来商量一下 齐总 又见面了 看来我们真的是很有缘分啊 这女人把我认成总裁了 敬你一杯 沈娇姐 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 哎 别着急走啊 齐总应该知道了吧 我姐姐已经结婚了 所以你们的婚约是不作数的 你到底你想说什么 齐总 刚刚考虑一下我 毕竟因为是沈家的女儿 沈娇娇这个内眼是抛给瞎子看了 齐总不接酒杯啊 看来这场戏是唱不出来了 该我上场了 你少喝点一杯 可以喝多了 哎接着换衣服啊 好巧呀 那没有在这 沈青梨怎么哪都有你 我还想问你呢 你离我被吩咐这么近干嘛 哈哈 什么意思才知道 沈娇娇这么远 那我可求失业 姐姐 我只是过来见齐总一杯酒 姐姐不介意的 喝 嗯 喝 嗯 这酒也喝完了 在这干嘛 齐总你看我姐姐也太霸道了 但是我成为齐总的妻子 你又不会像姐姐这样 走 哈哈哈哈 哎哼我 谁打架了什么事 我还能不能忍耐 站住 你看到青梨了吗 那不是吗 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说吞吞的事情 我们那个时候没错 我已经有老公了 有老公他温柔稳重 成熟帅气 我爱他爱他发狂非他不已 所以我们温温就是这 这个 我可做不了主 哈哈哈 你自己的婚事你做不了主 这个 这件事谁了解你以后会知道 哎你怕我什么呀 成熟稳重温柔优秀 爱的发狂非你不可 表哥你这魅力可真大呀 别闹了 你准备什么时候跟情侣谈谈 爸妈已经知道了 我准备近期就跟他说了 那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你去告诉齐先生 沈小姐在休息室等他 等我进门之后就把门锁上 是沈小姐 试成之后再给你试 好 齐总 陈小姐说在休息室等您 好知道了 清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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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有数加油 小潮 你 我就要再加油 来 先把她 articles 你也知道 給我 别 devotion 那我只能这样 扫住 沈娇娇这个女人果然不怀恨 齐总才不会清白不保的吧 我 找到你了 沈小姐 你老公好像和沈娇娇在里面呢 谁是谁 你老公 沈娇娇 对 在里面可能都 好意思要教我 沈小姐你喝醉了没事 只能这样 齐娇娇 你你站哪 老婆幸亏你来了 不然我进来就没了 啊我喝醉了 我怎么了 啊他应该去喝多了 哼 谁叫叫你也有镜片 这里他为什么这不叫啊 原来做音乐 好 出了一下 我我 我我 出了 啊 啊你是谁啊 哎别过来扔发子别闹了啊 回家 我 放开我 放开我 你再过来 你再过来 我咬你 你再闹我又把你扔下车了 你凶我你打我 我刚刚没用力 那你又不能打我 嗯 那你以后 你不能凶我 嗯 那你要用爱我 爱 我爱你 那我们现在去哪 我们 回家 我不要回家 我想去那你要去哪 我 去我 我 我 我要去你家 你都不知道我是谁 你还想去我家 你不让我去你家 我就 怎么了 不舒服 哈哈哈你不让我去你家 我就吐了 那你为什么这么想去我家 因为 我喜欢你 嗯 嗯 啊 啊 这是哪 这是我们的家 真好 我有自己的家了 嗯 小朋友 不说 老公 你是我的 嗯 我是你 不知道你是谁了 你是我老公 你个小美良心的 总算知道我是你老公了 老公 我愣了 我我给你做饭 你乖一点 不要乱动 啊 好 嗯 嗯 嗯 啊 你也来了 啊 嗯 怎么了 你不說老公 我老公做飯沒有這麼難吃 對不起我上次騙了你 我其實不會做的 可是 你上次做的明明就很好吃 上次是我的醉香樓點的 醉香樓 我知道 我也是在醉香樓買的 你也是 那除了醉香樓 你還瞞了我什麼事 是 我還沒說 乖 你如果不告訴我 我就把你關在這 不給你飯吃 你喜歡人家的時候叫人家小心乾 不喜歡人家的時候 就不給飯吃 你你也搭這個男人 我什麼時候叫你小心乾了 我原本以為 你至少曾經愛過我 我沒想到 到頭來 請這個是我一廂情願 你好狠心 來吃個葡萄 好甜 文溫很好好喜歡你 真的 我 這叫什麼 香seû 我確定了 我要給你解敗成一夫一母的青兄妹 你就這麼喜歡我的 嗯 不行 為什麼 你是不是嫌我醜了 沒有 嫌我醜了 沒有 哎你幹什麼 是可殺不可辱 我要一絲明智 我也要有這個能力才行嗎 求經你不是不行 你保持保持嗎 只要你聽話 怪吃 不聽話 不聽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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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知道我是豐瑞的總裁 你會不會離開我 我怎麼在秦文言的房間啊 該不會昨晚我把秦文言 啊 啊 我應該不是有人 沈小姐這裡是豐瑞總部 恭喜你成功應聘設計師一職 請你九點前來公司 啊這麼早誰就上班啊 啊 啊 上班不正了 重要的是 你老公見了 你聽說了嗎 今天我聽到一個新的事 不是要務實面還關你 還更來費 我可在是單人的輔助 你們繼續欣贏人呀 那我得收錢 啊 啊 你們說 錯誤段對白 你快去清理一下吧 啊 謝謝啊 還是換你了 王玉 新來的事就知道了 哎呀 來就來唄 媽媽 我的椅子比較舒服嗎 哎呀 剛才對不起啊 我要不是你的上司 我都等不到這聲抱歉了吧 對不起啊 我因為不是故意的 幫我換張椅子 好 哎呀 我可不是拍了一個人 以為穿了一身限量版的套裝 就很 你可別說了 再怎麼說他也是我們的直屬上司 誰知道他爬上哪個男人的床 才進的公司呀 這風味可不是普通公司 要有足夠的實力才能玩下來 你該不會啊 是不是是我 來 來 我已經道歐歉了 真的什麼意思啊 道歉 道歉什麼用 不給來點這金白銀啊 可 可是我沒錢 沒錢 那就 從公司裡扣 哎 你怎麼這麼小氣啊 哎 哎 我買不起那家的新款 但是 我也不是要故意弄換你的衣服的呀 對呀對呀 王月又不是故意的 扣公司會不會太過分了 你們都覺得他不是這個人呢 總歉 裡面都炒成這樣了 要不要幫忙沈小姐 不用 我相信他能處理好 當時莉莉也在 他跟你作證 王月是不小心撞到你的 沈小姐 你不能因為我買不起銀牌 就對我有偏見啊 你還到達一盤了是吧 什麼 什麼意思 茶水間的視頻 看到了嗎 沈小姐 對不起啊 王月 你快和沈小姐道歉 剛剛說了 道歉沒用 可是王月也沒錢呀 既然沒錢 那也為什麼要故意弄髒衣服 陳年人做錯事情了 就得負責 對啊王月 做錯了事情就要承擔責任 就是啊 剛剛還讓我們誤會沈小姐的呢 對不起 衣服的錢 從我公司口 我知道大家對我公幹有意見 但是我會用手機來這裡 一個關係我還怕你不慘的是搞失業 可笑 別再說了 哎你們聽說了嗎 昨天總裁訂婚了 誰家小姐這麼厲害 拿下我們高雷總裁 不可能 別胡說 總裁早就結婚了 你們總裁結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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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啊 我是設計的新來的 你們消息這麼靈通 你跟我來分享分享呗 我跟你們講 上次開會 我會是親眼開會總裁給他老公打電話 還沒啊 這麼近吧 要不是我親眼所見 我也不信 幾渣男 有老婆還不退婚 我饒不了你 這麼長時間 設計部就給我出了這些垃圾 讓他們衝動 是 當你找的設計師李 查得怎麼樣 老公 有你跟他有任何工的 有同事 不定了 你不太能幹 同事 你不太能幹 本来是想把设计图给总裁看的 头呢 忘带了对我忘带了 既然没带那不如你先回去吧啊 好我先回去 对吧 还有什么事啊 听同事说总裁一年早婚 我没有 对我结婚了 那你 哎呀我手好疼啊 我就是太震惊了 没有想到总裁这么年轻 就结婚了 啊总裁夫人又漂亮又优秀我 我们总裁很爱他对 我们两个是青梅竹马 这样啊 那祝福你们 谢谢 哼 死战 总裁别看了 沈小姐这次是真的走了 沈小姐要是知道咱们两个何夕虎来片子 那我就怕什么 有我在 你当然不怕了 你是他老公 可他又是发起虎人 我可受不了他一脚 这个月三百公司 嘿嘿嘿 总裁来 工作 以后上到山下火海 跟随便 你不怕了 你不怕了 你说说你 我怎么伸出你这么蠢丫头 机会给你准备好吗 都抓不住 还把自己搞成这不蠢样子 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明明把药下到起锁的杯子里了 你该不会是蠢刀拿错杯子了吧 妈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可能蠢刀做出这种事 你就是个不真心的东西 那现在怎么办呀 我问过一半了 他们的定分室啊 取消了 你还是有机会 那我们下一步 原来妹妹没事啊 沈经理 你几个意思 看病人带出白色的菊花 你知不知道我快点死吗 你还知道啊 焦焦再怎么说也是你妹 我没有一个勾引姐夫的妹妹 谁勾引姐夫了 拜托你那个穷老公 白给我都不要好吗 你不要 昨天在消息室 一直缠着我老公 难道你都忘了 我 纠缠你老公 我去的明明是奇总的休息室 你是去勾引奇总 没想到你中了药 神志不清 找错了人 你再胡说 我怎么可能干出这种事 沈娇娇 我警告你 不要再出什么妖娃子 沈氏三分之二的部分 都在我手里 你要惹怒了我 你一分钱都得不到 还有阿姨 你最好还是管教一下妹妹吧 这勾引姐夫的事情 要传出去 恐怕沈夫人的位置 也保不住了吧 不可能 爸爸怎么会给你这么多股份 只要我想 整个沈氏都是我的 我的好妹妹啊 还是好好乖乖的待着吧 那她说的是真的吗 是真的 沈夫人去世之前 把她所有的股份 都转账给了沈氏妮 不然你以为她马上 这个底气 对了 你是不是真的勾引 沈氏妮她老公 怎么连你也不信我 她那个穷老公 我怎么看得上吗 那她为什么这么说 那我怎么知道 再说了 就算我勾引又怎么了 不是你让我去勾引齐总 那齐总本来也应该是我姐夫的 你个死丫头 那可能是一回事 那怎么不是一回事 齐家这婚事 本来就是她省心里不要的 你只是捡她剩下的 好啊 你你也这么看我 你走 你不是我妈 还好清理今天不在 老公我回来了 什么本啊 可能是今天没有通风 你怎么回来了 我爸爸不在家 沈氏妮都要去医院了 那里面的微信回来了 啊 老公 你偷吃啥的 老公 我刚什么都没吃 真的啊 真的你可不可 我给你倒杯水 行 游戏机 家里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啊 老公我想洗澡 你帮我做个洗澡水呗 好 可乐 可乐 水泡好啊去吧 好 我先去洗澡吧 啊 游戏机可乐 头盔 七六年该不会 医生 我觉得我老公有 双重人 能说一下患者的症状吗 他最近的一些行为 和他之前的性格 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 他第二人格出现了 能具体描述一下吗 我老公他平常是一个非常自律 非常认真的人 可是 我全段时间回家 我发现他在偷吃螺丝粉 还在打游戏 有没有可能 他本身就喜欢这些事情 不可能 我老公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的 那你有跟患者本人沟通过吗 没有 我怕他 不要人格出现 患者本人知道这件事情吗 应该 不知道吧 根据你给出的这些信息 不完全断定患者有双重人格 我建议啊 再观察一下 或者你可以带患者本人亲自过来一趟 知道了医生 谢谢医生啊 你竟然怀疑齐文言有双重人格 你脑子也太大了点吧 搞笑吗 你宁愿相信他有神经病 也不愿意相信他骗你啊 我相信他不会的 万一 他真的骗了你了 小云 我觉得你对我老公有偏见 他很好他不会骗我的 你就不了解 他是我表哥 我还能不了解他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如果 我是说如果 他真的骗了你 你会怎么办 啊 当我没说 当我没说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丁医生的先观察一下吧 嗯 整理一下 哎呀 早晚擦擦 喝的是水 不是渴 难道 是我搞错了 我去厕所 老公 我喜欢你 表了慢慢 螺丝粉 臭豆腐炸鸡吃吗 你 不吃中口味的东西 外面不见口 你也是我室 啊 难道 真是我搞错了 我去廁所你也跟著我 你去 你話不說 那你怎麼一直跟著我 我想離你近一點嗎 真的 好笨啊媽媽來看你了 哎這就是我的兒媳婦嗎 哎呦長得真好看 來來來來來 坐下來媽媽好好看看你 媽 媽您怎麼來了 我怎麼不能來啊 我又不是來看你的 秦怡啊你在這住的怎麼樣 妍兒有沒有欺負你 挺好的她怎麼可能會欺負我呢 那就好 妍兒之前沒有跟我們講結婚的事 如果知道你倆結婚 肯定會早點來看你的 媽第一次見你 你沒帶什麼禮物 你別介意啊 這裡是五百 這裡是五百塊 五百塊 哦是五百塊 你別嫌棄啊 怎麼可能會嫌棄呢 第一次看到就覺得特別親切 感覺好像之前見過 唱到口水了沒事 別管他了 七年 我看這房子小了點 要不你搬到我們老宅住住吧 方便我照顧你 媽這房子還小啊 老宅房子多大 對呀當然大了 半座山都是咱們的 我們是在村里面承包了半座山 鐵大的 對 媽 那你錢夠用嗎 我這還有积蓄 哎不用不用 怎麼能花你的錢呢 媽那你先坐我給你泡茶 媽 媽 五百塊五百塊 他給你說的出口 老娘這輩子都沒有這麼丟人過 秦你這麼好的姑娘你也騙 我怎麼生出你這麼不爭氣的孩子 嘘 媽你小點兒事 你現在知道怕了 你早幹什麼去 那我要不這樣 你哪來的兒媳婦 你還有臉書 哎 哎呀我跟您保證 這兩天我就跟他說清楚 我擔心親你一知道真相之後 找我退戶 媽 您對你兒子有點信心 老公回來了你去做飯 啊我給您做飯吃 Sakura freshman 媽 媽媽生 阿 媽媽收 thu 媽媽媽要做 妈还有事妈得先走了啊 妈妈不吃饭了 走这么着急 怎么才还要说吃饭呢 我一会儿带我老婆去你那 你千万别乱说话把人带坏了 也不要装得和我很熟的样子 走吧走吧再见个人 赵哥 这位呢是赵先生 是这的老板 真也无计次合作 算是认识 这位呢是我的太太沈青梨 真的是 好久不见啊赵哥 你们认识 之前在地上见过一次 对吧赵哥 是 对了上次合作还没有聊完呢 私下聊聊 什么话还要背着我 赵哥 你千万别和七个年说你跟我很熟 你就说一面之缘 对了 不要暴露我喜欢喝酒唱歌蹦逼啊 你俩什么关系啊 哎呀刚刚不说了吗 林国正的关系 哎你俩是合法夫妻啊 但现在这个状况默默一句 怎么弄得这么明白呀 知道猫为寒的 你也太猫为了 哎不够了 那你先抱这个忙啊 你看 乃师 黑师 赵哥 乃师 赵哥喝什么酒啊 凉酒还是啤酒 不如我陪你喝 你是谁 老公 他问我是谁 他说了 神经病吧 父亲两个来逛酒吧 晚上想吃什么 都行 你不想要不要這樣 我給你拿過來 你拿過來 你拿過來 我拿過來 幫我拿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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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你跑那麼遠幹嘛 嗯 我幹嘛 夠夠夠夠夠夠了安全距離 你抓緊你抓緊 我拽著呢 沒想到你竟然怕狗 我只是不太適應和犬類 生物在同一個空間裡 好好好都是犬黑的錯 就帥動囉 ogni回來 khooo Document. 經理你知道嗎 最近凤瑞在調查理的行蹤的 找我幹嘛呀 就是那個總裁 你之前的名義對象 聽說他要給他的老婆制定一套 以爱情主题为主的珠宝送给他 幸亏你当时没答应他 丰瑞其他设计师都是摆设嘛 那怎么能一样啊 他们怎么能跟你这位国际上最神秘 最赤手可热的大设计师理想比呢 怎么样 那这单子你接吗 我觉得还是别接了 接呀 干嘛跟钱过不去啊 价钱翻一倍 看能不能同一咯 天哪清理 得亏是你格级真大 嗯那我现在去联系他们啊 哎沈兄弟 李达 你怎么在这啊 你还敢回国 欠我钱什么时候还我 咱不说钱 谈钱商贷 找一件叙叙旧啊 谁给你叙旧啊 赶紧把钱还了 这么久没见了 我一看到你 我就想起咱们那会在国外念书 别在这触情深情 那是这样两个字 他什么意思 他说你畜生 你敢骂我 我骂你怎么了 还要跳时间啊 你看看你你这么多年 你还是这么粗俗 暴力没礼貌 美女你先过来 你先转转 我怕借你一身血 哎你要干什么你哎哎 君子动口不动手 哎哎哎哎哎哎哎 别再让我看见你呢 看见你打你 你你是个泼妇 谁啊 不用管一个渣男 今天先放他 看什么还不来扶脑子 掌校受到你了你个穷鬼 别人一个包子舍不得买哼 那又怎么样了啊对 同意了 他们说让你尽快做出来 行了没问题 走去那边看看 你给我等着 你这可是你一场最好的饭店 这不是嫂子吗 好巧啊 啊 一起吃饭 好 嗯 呃我还有事我就先走了 哎我又没事你俩我干什么呀 你家小姐吃饭你当什么电灵泡啊 沈小姐你来了还是跟上次一样 打包送到不不不上次 你吃过这的饭菜 没有 第一次来第一次来 你上次不是你一定是 七岁人是吗 七岁人好 你还是跟上次一样打包送到 沈小姐您是第一次来这里 对 我是第一次来 第一次来 我们七岁喜欢这的饭菜 所以经常会打包送到公司去 是是是 看来这里的饭菜应该挺好吃的 那我们点菜吧 好 我们上下见 我也就要不要 一个个小姐 是 你自己生死了 你自己生死了 我甚至是你自己生死了 我喜欢你 所以现在还是是 我自己生死了 你这儿 我自己生死了 你先再加上 孩子這麼想發點錯不是正常的嗎 那話不能好好說啊道歉 道什麼歉 道歉聽懂嗎 小朋友 你說要撞到人家不要道歉 就是你先撞的我 我兒子說是你先撞的我們 既然你們不會教育小孩 那我來幫你們教 小朋友哎你要幹什麼你 老公 怎麼了他推我 你們要幹什麼 你們是要打架哎哎 你幹什麼 你敢打我 別鬧了你 你是起訴那你道歉 好不好 老公你好厲害啊 老公沒事吧你 愣著幹什麼 平常這麼教育孩子的 該透霞 聽什麼 他可是風瑞的起訴 該透霞 都是誤會啊都是誤會 誤會誤會 誤會誤會都是誤會 快給叔叔姐姐道道歉啊 哦不對不對 是給哥哥姐姐道歉快 哥哥姐姐對不起 哎呀不是說了不當電燈泡嗎 你又拉我來這幹什麼 老公我要吃那個 小臉 小臉 哎呀 你不痛 哎哎 怎麼樣 嗯好吃 嗯對了剛剛那個男人 叫你什麼 呃 清理我其實一直有一件事情 您告訴你 顏哥哥 顏哥哥真巧啊啊 你是知道我在這裡才過來的嗎 沒有 曹瓦寧 你什麼時候回國的 昨天回來的 他是誰 他是我的妻子 你結婚了 你竟然結婚了 他這樣的女人 怎麼配得上你 我這樣女人 老總我是什麼樣女人啊 世界上最不容易的女人啊 放尊重一點 這是你嫂子 你竟然為了這個女人秀我 你忘了你以前說要娶我的嗎 你怎麼會這樣 哎哎哎 你竟然不見了 你怎麼會這樣 放開 其詐那已經跟清靈結婚了 他現在跟別的女人還糾纏不清 誤會都是誤會 你看嫂子多淡定 胡說什麼 我才沒有胡說呢 是不是說過要娶我的話 別鬧了 清理不是你想的那樣 沒錯 就是你想的那樣 趁虛而入糾戰雀巢 說的就是你這樣的女人 小婉玲 糾 戰 雀巢 我才應該是顏哥哥的妻子 都是我不好 我不應該在你百般糾纏下 答應你能求婚 說得太做人了 不想讓你清理 清理 你聽我說啊清理 清理 清理 瞧晚點 五歲完過家家說的話你都當真 我不管你什麼目的 離我和清理遠一點 其溫言 只能是我的 你 看見 是我不好 快吃 清理 你别难过 我不难过 对呀我懂 你现在是化悲愤为食欲 你开始报一报食了 都管那个齐温妍 他怎么是这样的人啊 嗯他不是 他都这样对你了 你还这样替他说话 他不是这样的人 没看过脸指导 乔小姐她满眼算计 句句调拨 我想她嘴嘴不想 所以说是那个乔小姐 喜欢齐温妍 他想把你赶走自己上位啊 应该 能那么紧张 那你干嘛不拆穿他们 拆穿他不就没好戏看了 你总觉得齐温妍 有事情来着 那他除了这个女人的事情 还有什么事情忙给你 放心 快点吃 嗯 快吃 够了 酿 你一口 你愿意 完蛋了 我多了饭 你吃一口 一想到你喝别的女人 我就吃不下饭 都不安稍口太好吃了 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啊 他有什么事情瞒着我的 对不起我不敢瞒着你 好险差点没有装皮炸 我跟乔婉宁真的什么都没有 我们只是邻居 青梅竹马两小无擦 没没有 那是小时候不懂事的戏眼 所以你小时候就喜欢他了 没有 我不喜欢他 我只喜欢你 我想娶的人一直是你 还有呢 还有什么 你还有什么事情是我不知道的 请你现在还在系统上 我是工瑞总裁这件事 还是另有机会跟他说 没有了 你确定 嗯 不说以为我就查不出来了吗 齐文言 你给我等着 就要见面了 没有你到这 我是工瑞新来的设计师 以后就是同事 沈小姐看起来不太想见到我 我对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 不感兴趣 破坏 你才是破坏我们感情的第三者 我和颜哥哥青梅竹马 从小我就认定自己会是他的新娘 为了他 我初步学习珠宝设计 我努力了这么久才站到我面前 你凭什么 你不甘心啊 那么费尽心机的想要得到人 却被我亲爱一起的看到了 结了婚也能离婚 我想要的东西 一定可以得到 哦 那你肯定要失望了 齐文言他是人 他有自己的想法 你以为他很喜欢你吗 你见过他从不离生的保温杯吧 他家里的玩偶 手办 游戏机 那都是我送给他 他既然那么喜欢你 他为什么不娶你 开个价吧 多少钱你才愿意离开 乔小姐很有底气吗 真的多少钱的钱 当然 多少钱我都愿意出 颜哥哥值得 爽快 那就一百 一 你疯了 一百亿 你刚才说多少钱都行吗 你怎么不去抢 那可是一百亿 怎么 在你眼里 颜哥哥不值这个价 不行就滚 你敢耍我 你给我等着 沈清理的设计稿 你去把它偷出来 可是我一遍人给发现 你难道想一辈子当设计师助理 只要你帮我办成这件事 不仅这五十万是你 我还可以帮你推荐到乔氏集团 希望乔小姐可以卸手出 当然 赶快去办 东台 这就是您上次在设计师里 那些定制的 今天一早派人送来 把这个送给清理 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消息 哎对了 是谁把乔婉宁找见公司的 是设计部 乔小姐说 他就是李 他是李 啊 不认识他 这不可能 乔小姐带来的设计作品 的确跟李 以往的作品有几分相似 总裁 是否派人核实一下 嗯 派人看着他 绝不能让他欺负清理 是 那忙请你喝点水 咱咱 对了 夫人总裁要的珠宝 我已经给他送过去了 钱你收到了吗 嗯 收到了 嗯 你还给他送过去 我去找你 你痛苦 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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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发现我 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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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然后看他走 他走 他走 我来 哎 干嘛呢鬼鬼祟祟的 大哥你别误会我躲人呢 躲人 我看你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了啦 没有没有大哥我什么都没干我就是 大哥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老公他 他不让我追求自己的爱好 他要是发现我来这一次 他就保管小黑物三天 他不要全球你就让我在这躲一下吧 看着挺斯文的呀不像那种人呀 我当时就是看了他外表斯文 没想到他婚后 行 现在这躲一会了啊 感谢大哥 既然你和清离已经结婚了 我希望你能够尽快处理好自己身边的女人 除了清离我没有别的女人 最好是这样 清离很信任你的 我希望你能好好对她 不要呼吸她 放心吧 记得你老公他好像不是来找你的 嗯嗯 我看看 哇 清离 你老公好像不是新手哎 他一点都不像你说的那样子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他全职 哎哎 七哥 喝水 啊 哎 你跟嫂子的关系怎么样了 我怎么说 你这次太过分了 你先是隐瞒身份 又跟那个乔婉宁纠缠不休 我跟乔婉宁什么都没有 别胡说啊 藏衣服定我中的蛋 你再胡说我揍你 哎 七哥 你有没有想过 买礼物红你什么的 有啊 但我原本想的是结婚的时候才给他的 我李偶尔你 蟹哥你這是下血本的 這一定很貴吧 嫂子肯定很喜歡 他們在說什麼我聽不清善 很清爛 經理你老公手裡的盒子 好像有點眼熟哎 哇你的 你們看 情ieran 你準備什麼時候該找我們家了 我不會被發現了吧 不對啊 你那麼什麼呀清典 他不也背著你來這裡了嗎 你心去什麼呀 你說的對呀 你就應該理直氣壯的衝上去 然後質問他 你為什麼來這裡 沒錯我現在又去了 嗯 等待我 儘管上下 兄弟 這夫妻之間愛好不同很正常 這一好好溝通 沒必要把自己老婆關小肥屋吧 七哥 嗯 這誰告訴你 你老婆呀 兩個人在一起應該多理解 多包容 這樣的話婚姻才能走得更長遠 明白嗎 我老婆他在哪 你還給人關不關小肥屋了 我小黑屋 以後對自己老婆好點知道嗎 那邊呢 啊 沒發現了快跑 七哥 嫂子剛剛來過 我怎麼知道 他回來這種地方 嗯 對你們的興趣愛好不一樣 嗯 他不會是發現我了吧 要不主動拍白 不行 他也去了 憑什麼我先拍白啊 你回來了 我生氣了 這是給你準備的禮物 打開看看 哼還挺上道啊 這是 這是 這是設計師李的作品 廢話 我自己設計的我能不知道 我問的是 他怎麼在你呢 我特意找人去定製的 原本 想結婚的時候他送給你 那你生氣了 就當做佩麗了 你說 是你找人定製的 是啊 怎麼了 他要給他的老婆制定一套珠寶 其總其 峰瑞總裁 興奮其子 這世界上怎麼做這麼強的事情 喂 清理 我知道你老公手裡的禮盒 為什麼那麼眼熟了 那是峰瑞總裁向你定製的珠寶 你確定啊 確定啊 那是我早上親自送過去的 你把東西給誰了 一個 用禮的特助 所以其文言就是峰瑞總裁 我老公就是峰瑞總裁 怎麼了 這套你不喜歡 喜歡啊 你一個助理 怎麼買得起這麼貴重的珠寶 啊 這個是 是什麼 這個是假 你看上面這個鑽石也是假 假的 你說他是假的 其文言你當我瞎啊 是不是還有事情瞎著我 沒有 沒有 好 還敢騙我 其總啊 其作主 你該騙我 老婆 我真的知道錯了 我欠不該萬不該不該騙你 你原諒我好嗎 除了身份 你還騙了我什麼啊 還有 我其實不會下棋 你不會做 那之前的飯菜 最像我點的 還有什麼 玩偶游心機手辦摩托車也是我 螺絲粉也是我吃的 網路堆裡是可樂不是茶 還有呢 拳擊 也練得很辛苦 你早就知道我不是你的網絡對象 是 閃婚領鎮也是你提前計劃好的 是 那你什麼時候知道 我是你的靈異對象 我從開始就知道 你一開始就在騙我 是 不是 我喜歡你這件事沒有騙 麟震那天 不是我們第一次見面 不是 那我們第一次見面是 三年前在國外 我昏倒在一個小巷子裡 你救了我 然後我醒來就發現你的保安杯 所以 這個位置是我 所以 你那時候就對我 是 我一直在等你回國 聯姻也是我主動要求的 只是我沒想到 你的聯姻這麼反感 居然甘願跟一個陌生人領著 也不是 我要不是看你長的帥 我也不會 清理 不管出於什麼原因 我都不該欺騙你 你能原諒我 沒有 沒有 怎麼 我都已不忘了 那 你原諒我 你看你表現了 李克柱 別躲了 不知道了 沈小姐 我不是故意要騙您的 都是我們總裁逼我的 他就是個中花皮 你 小八 你這個月光字沒了 這麼多財 這麼多財 我脫了 老公 你不坐下 你還有臉來上班呀 我要是你啊 早就回這個這個詞詞了 我偷誰設計了 波瑞怎麼會有你這樣的設計師 死到臨頭了 還要狡辯 因為這張設計稿 跟小小姐的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你就是我抄他的 我還說他抄我的呢 笑 你知不知道小小姐是誰啊 你知不知道小小姐是誰啊 她是誰 她可是現在國際上最知名的設計師 莉 她怎麼可能會超是你一個不知名的心事 是啊 這麼有名設計師怎麼會超是沈欣賓 你說她是莉 你認不 很抱歉瞞著大家我的身份 一直以來想作為普通人和大家相處 可是沒想到我的音調 會導致我的作品會超習 沈小姐不如先解釋一下 為什麼你的設計稿和我的並模一樣 瞧小姐 你確定這設計 是你的 我知道你看我不順利 可也不應該抄襲我的興趣 這句確証還不承認 別著急 大家不妨仔細看看這兩張設計 有什麼區別 看著沒什麼區別啊 你說你是設計師 那你應該知道 你的設計習慣了 這跟你抄襲有什麼關係 這跟你抄襲有什麼關係 我才是真正的黎 你 開什麼玩笑呀 這 你怎麼證明 很簡單 大家可以仔細看看我的這張設計吧 寶石中央有一個小小的梨花標誌 例 就是你 真的有 沒錯 你的確有這個設計習慣 瞧然沒有 你的這一張 好像沒有梨花標誌吧 這不能證明什麼 我只是還沒來得及畫 對 這不能證明什麼 你早就知道喬雪姐的失策 不如畫上梨花印記 放鬆地 那我就讓你們 心思口心 喬婉您讓你偷設計稿 沒想到你這麼蠢 偷了這張設計稿 這張設計稿 這張設計稿 是我三個月前給DBAF設計的領域 領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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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領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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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 你真的不是我不是我我 沒事吧 邱婉寧已被開除了 你竟然對我這麼殘忍 都是因為這個女人對不對 我再走小小姐請吧 我不回家 天啊我知道錯了 啊我不要回去 我會讓邱家把喬寧送出國的 回去了 沒事 反正我也沒什麼損失 我哎 這麼多看著呢 看什麼看好好幹活 這個月三倍工資 找我什麼事你先坐嘛 快說 有件事想找你幫忙你怕是吃錯藥了吧 找我幫忙大家可沒什麼交情 再怎麼說咱倆也是同學 說什麼什麼事 幫我把你姐姐約出來 你找他幹嘛 我們之間有些誤會 我想想讓他當面道個歉 那你為什麼不親自約 你到底幫不幫 不幫 站住 你也不想我把你母親是小三這件事 發到同學群裡 你敢 真的只是道歉 我幫你把他約會 只是道歉 行 我幫你把他約會 小小姐找了什麼事啊 沈青黎那麼對你 你就不想給他個教訓 你想做什麼 殺人可是犯法的 放心 只是給他個教訓 沈青黎叫 你又想說什麼花樣 姐姐 反正你都已經結婚了 不然你就把齊江那個婚約讓給我吧 小女 為什麼呀 你是不是還因為上次我勾引你老公的事情生氣 我都跟你說了那是個誤會 你本來想勾引的是齊總 你知不知道我老公就是 沈青黎 又見面了 你想幹什麼 上次你在商場那麼羞辱老子 我今天必須要教訓你 就憑 你呢 你是瞧瞧您叫來的 跟他沒有任何關系 看來我上次和你說的話 都忘了是吧 你今天要好求求我 我還能放你 你夠算了 上 你 你 冷靜 冷靜想想 我說過 借你一次 打你一次 還不過 啊 啊 啊 姐姐好帥 是喬萬寧讓你引我到這兒來的 嗯 啊 喂 把他帶到沒人的地方處理掉 對 兩個一起處理 錢不是問題 沒問題 殺人越獲我最拿手 等等 先別動手 等我過去 黑達一個替死腿而已 沈青黎跟我講 你死定了 莫大 據設計部的人說 沈小姐都曾下午出去那一趟 就帶給我 趕緊去查 清理他從來不會不接電話 一定是出事 這 姐 看一下 他還是被綁架了 他還是被綁架了 是哪兒呢 怎麼這麼黑啊 你自己幹了好事你自己不知道 難道是喬萬寧那個賤人 怎麼 本來是想綁架我 結果把自己也給陪進去了 是前往您說要單獨找你道歉 讓我把你約出來的 他說什麼臉信 你現在說什麼風涼話 我們現在可是一條山上的蚂蚱 那我能有什麼辦法 你平時不是力氣大得很嗎 趕緊想辦法救我們出去啊 那我們現在被綁著 我能有什麼辦法 只能等人來救我們了 真是沒用 那要不是因為你 我能被綁在這 那我又不是故意的 他們急了 你了 你們知不知道我是誰 他跟伴架我 有幾條命啊 姐你別這麼囂張 哼 老子倒是第一次見 被綁了還這麼囂張的人 哎 你倒是說說 你是個什麼大人物啊 我是豐瑞集團的老闆娘 喬萬寧給你多少錢 我出十倍 哎呀你胡說什麼呀 想要胡說你就閉嘴 不會 說包子 不會連豐瑞集團都沒聽過吧 老老老老老 不不可以錢 我怎麼確定你說的就是真的呢 你可以去查一查呀 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 老大 他們要說的 要是真的 我們就發了 對呀 喬萬寧的女兒才給我們多少錢 倒不如 拿到錢再罵他們 老大英明 我確認一下啊 你把他們看好了 有錢了咱倆 看完他們啊別亂動 我吃了 請吃吃了 爸 我坐不舒服快撥起來 不 不撥起來 你還想不想要錢了 你知道我身價多少嗎 多多少 不多不多 也就個幾百億吧 知道吧 瞧瞧您給你多少 我手指頭隨便落一點的不太多 你想不想要錢 他們快撥起來 哎還有我 你也有幾百億啊 我餓了 我要吃最香樓的招牌 吃泡麵 你見過哪個身家百億的富豪吃泡麵的 不不不行 太貴了吧 沒沒錢 用我手機 我有錢 贖金給你一個億 夠不夠 我跟他們說 最香樓嗎 給我來一份來來一桌招牌菜 總裁 最香樓打來電話說沈小姐訂了一桌招牌菜 將送往北郊倉庫 知道了我們現在就去 你不幫我解開我待會怎麼吃飯啊 我一個女孩子 怎麼打來過你們兩個大男人 我 你不幫我 哎呀好好好好了 啊 啊 啊 姐姐姐也幫我解開吧 哈 現在知道我什麼姐了 你最好了 我以後再也不跟你搶男人了 你搶不走 搶不走搶不走 哦別電話 醒醒醒醒他們人了啊 他們哪了他們去追 沒有 你ил 你罵啊 我已經看到你了誰呢 快走 快走 這門打不開怎麼辦 哎上去 你不是抬拳道高手嗎 你別說破亂話了 啊 姐你怎麼樣啊 快走 啊往哪兒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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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有機會幹嘛不跑 你以為我傻呀 沒有你我根本就跑不出去 我可不是特意會來找你的 你媽的還感覺我的好 老公接著你殺了你 你殺了我一分錢都等不到 別花藹 你 PS5 人家你敢欣賞你 瞧年 我來逗得你 都是因為你 要不是你 嚴格哥一定會愛上我 千萬年你冷靜一點 閉嘴 都是因為你這張臉 那我就先毀了你這張臉 再殺了你 超妮住手 是你啊 趕快出發 呀啊啊啊 千萬年 你沒事吧 我就叫我愛你 別問你聽我解釋事情不是你這毛的呀 你自己去警察局解釋吧 是你們逼我的 我殺了你 取死吧 啊 小哥哥 你為了他連你都不要了嗎 請問你 我愛你 請問你 你怎麼這麼傻 你怎麼啦 請問你啊 請問你 請問你啊 別怕 你特殊在Live路上 我不怕 你千萬不要有事 請問你 請問你快醒醒你不要笑我 請問你 請問你 請問你不要睡著 請問你 我們還有好多事情沒有一起做 我們還有好多話沒有跟你說 請問你 請問你快醒醒 請問你 請問你 沈小姐 你走 你醒了 請問你呢 他人呢 其總他 不快說啊 其總 傷的很容易 醫生說 他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醒來 怎麼會這樣 他人呢 快帶我去見他 那邊不沒事的 沈小姐沒什麼事 你先被送回去 喬安寧抓起來了嗎 喬安寧呢 因故以殺人罪被警察逮捕了 齊文燕害了老女他在哪 让他出来 谁在那里 是乔严的 让他出来 我女儿是做错的事情 可你们不也没事吗 他还这么年轻 你怎么可以让他在牢里做一辈子 齊文燕现在还是床上躺着 让他做了 这是平安 沈小姐好久没有你了 放不我女了 放不我女了住口 你最好祈老齊文燕赶紧醒过来 不说整个乔轿都被放过 老女跟你骗了 滚 嫂子你没事吧 没事 先进去吧 嫂子别担心 齊哥会醒过来的 有些事情 我觉得应该告诉你 什么事 这三年来 每到过年前的几个月 齊哥都会飞到M国待几天 我们都开玩笑 说齊哥有了小情人 直到从他钱包里 发现了你的照片 你说他每年都会去M国看我 可是我完全 没见过他 嫂子 三年前 三年前 你的生日宴 棋哥也在现场 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 三年前生日会 我只记得最初得的是 撒了满天的玫瑰花 给你生日快乐 谢谢 来来 怎么是玫瑰花瓣 不应该是彩条吗 该不会又是你哪个追求的送的吧 还挺浪漫的 无限种类 调一杯花荔枯哨 酒精读书约高约好酒 你们自己喝 请客 应该是个帅哥吧 做漂亮点啊 你给我撑场的 放心 给您撑足场的 干杯 拿这钱 给瑞瑞的帅哥 就说我请客 不想俩 那你没有人喜欢这个 我这不难看 你手怎么了 受伤呢 哦 你有个小型飞玫瑰花 撕倒 不管了来坐吧 对不起 原来我们这么早就见过 可是我完全都不记得了 我以后慢慢跟你说 你醒了 你今天也很帅 三更前的生日会 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可以告诉我们有条件 酒很好喝就见到 就是有两罪 那齐总是 东南新宗呢 是情根深状 那如果 你一直没有找到的话 实际上每个分泌多巴能 跟胎的时间的时间都不 很难有两个人会在同一个频率上 是 那是 不可能是 不可能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